全球进入11月 现在有一个共同的焦点 就是1111了 那么1111这个活动已经进入第13年 包括了阿里巴巴跟京东 都会把活动时间大幅提前 因为想再创销售记录 阿里巴巴的天猫淘宝 第一波的预售已经在10月20号开始 它分两波 而京东也很猛 将从星期天10月31号就开始促销 一路卖到1111 接下来中国会进入整个物流 全年最高峰 我们看了好多年 这一些货物堆积如山的画面 但是今年的1111非常艰困 因为目前中国的柴油荒 也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 很多加油站限量提供柴油 因此运输司机整个运送的时间提高很多 他必须反复不断的在进加油站加油 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面 很多货运已经不接长途跨省的运送订单 这使得即将到来的1111购买潮 东西怎么个送法大家都很头大 等待加油的货车从加油站一路排到马路上 免延200公尺 大陆在缺煤线电下 现在又爆出柴油荒 不少加油站甚至寄出限量供应 柴油无法足量供应 一趟路程下来得频繁加油拉长运送时间 有些货车司机长途跨省订单根本不敢接 跑单都要找个加油站 慢度没法跑远途论吧 这些长途都不敢接了 哪还要跑远途 你这省地都不敢跑 跨省的都不用弹了啦 这波柴油荒除了全球能源供应仅缺外 还叠加大陆因为限电 许多工厂靠发电机发电生产 发电机用的也是柴油 促使柴油在需求旺盛下价格翻涨 过往应该国庆后之后呢 销量正常是要下降的 但今年呢就国庆后呢 柴油的销量应该是增长了 大概30%左右 截至27号大陆的柴油均价 每顿来到人民币6463元 同比上涨15.48% 偏偏柴油零售价 是按政府指导价不能随意涨 油价在4块5块这个区间的时候 油的成本占到我们的35%到40%左右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 现在这个价位已经远远超过了 我们的50%以上了 利润空间的话 我估计应该有一半的下滑 再涨下去物流费用铁地也要涨 像深醉一家物流公司合作的加油站 年初一公升柴油人民币5.4元 10月底调为人民币7.79元 意味着每辆货车 每行驶100公里 就会增加人民币100元的成本 甚至有些物流公司和货车司机 签的是承包合约 收入按比例分配 但多出来的油钱就得司机自付 想一下年初的时候多少钱 现在多少钱 那一升油都差了一两块钱了 转到我们基本上都白干活了 很多赢得回家了 没法干就回家了 大陆财新网报道 柴油危机可能要持续几个月 但接下来11月就是大陆电商双11大促销 物流运输肯定受冲击 喜欢潮新的朋友可以看到大量的新品 今年大陆电商双11整个开卖时间全部提前 像是天猫头宝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波预售10月20号晚上8点就开始到31号 第二波则是10月4号晚上8点到11月11号 而另一家京东则是10月31号晚上8点 一连促销到11月11号 我们会比以前在这个半夜12点启动提早了4个小时 今天晚上8点就启动 那么大家就不必守候到这个深夜来熬夜了 不要消费者熬夜抢下单 电商巨头们表面上称这是贴心改变 但实际上也是为了延长销售 今年阿里巴巴双11活动迈入第13年 光靠11号一天的销售要再有突破 相当困难 不仅是消费者对促销疲乏 大陆官方似乎也不再像过去一样支持 不仅在双11前大力宣传理性消费 工信部更加码下了一道禁令 为了要求电商平台不得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请求擅自发送营销短信 不能向消费者随意发优惠和促销简讯 减少了宣传大陆今年双11又是物流缺柴油又是官方监管 买气恐怕很难再攀高峰 TVBS新闻综合报道